上次提到指数是我们平时用的次方 这里有4的3次方 它其实象征着有3个数目字4乘在一起的结果 这个就是指数,即是次方的意思 上次没有说的就是这个次方的位置 我们其实是可以input,放任何的数字下去的 那...今次呢,我们就要研究一下我们其他指数 我们放其他数字下去的时候,那它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那第一个很简单,例如这个不是3,而是-3的话 那究竟它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看到-3呢,又是一个... 我估计可能是一个数减第二个数 那...上一堂的东西就可以应用起来了 一个数减第二个数呢,我们可以说它是... 1-4 4的1-4次方 那上一堂我们学过... 就是a-m-n 的次方 那它就会等于... a-m 的次方 over...a-n 的次方 那即是1-4,即是4的1 次方over 4的4次方 那... 那再将它expand开它呢 上面...分子的地方我们有1-4 分母的地方我们有4-4 那然后相约了一个之后呢 我们最后最后呢 得出来就会有这个... 1 over 4的3次方 那我们要比较结果 例如比较上面那一条 上面那一条 上面那一条我们... 4的3次方 就4个4成在一起 那4的负3次方 这个多了一个负 那呢... 它就是... 原本... 都是... 4个4成在一起 那但是呢... 就多了... 1 over 在上面 多了这个1 over 在这个头顶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 A的负m次方呢... 就等于... 原本好地的... 那就是... A的m次方... 那但是... 我们见到有个负的话呢... 那就是要拿它的倒数了... 就是recipical 1 over 了这个东西 那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遇到... 负数次方... 它的... 实质意思就是这样啦... 那下一个要研究呢... 就是... 如果有一个数... 它今次上面这个次方呢... 不是整数... 那就是说... 例如分数啦... 那任何的不是整数... 你都... 有你的数的话... 都可以化作分数嘛... 那... 例如说... 这个次方是分数的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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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来讲的呢... 就是... 如果有一个数的次方... 它不是整数... 那... 就是分数啦... 那... 究竟... 那... 它的意思又会是怎样... 那... 我先讲... 整数先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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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数啦... 我... 如果想知道... 4的... 例如... 2分1次方... 是什么意思...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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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的... 一次方... 那... 你的出發点呢... 就是... 4的一次方就是... 4的一次方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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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那... 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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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那... 4的关键,二分之一出来了 这个1很明显就等于二分之一乘以二 乘以二在这里,乘以二 OK? 然后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放进去 就是a的n乘以2n次方 所以我们有4的m次方 就是4的二分之一 主角出来了 这个东西乘以外面的二次方 整个东西的二次方 现在就看回这条式的最左边这块 最左边这块我们只有1.4 就是普通的1.4字了 右手边这块就是 就是某一个数的二次方,就是4了 就是说这个东西等于4 那现在问 现在箭嘴在画的蓝色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是这个了 所以我们就有 4的二分之一次方 就等于 就等于 右手边这个呢 就是4的 开方 开平方 由于它这个是二次方 那我们就是开平方 对不对? 那你同样的道理 你可以 例如 遇到 你用同一个方法 例如遇到 如果遇到 4的三分之一 次方 那都可以 如果遇到 4的三分之一 次方 那你用刚刚的那种方法 你就可以 deduce到 可以从这个 用刚刚的方法 就可以导出 这个答案 它就是 4的 立方 所以 总括来说 我们就会有 下面的这条式 OK A 的 m分之一 次方 就等于 大大的 A在这里 它的 m次 到最后 最后 我们还有这个 正数 负数 当然 正数 和负数 中间 夹着0 那 今次 就讲了 4的0次方 究竟是什么 那我们学过 基本上 用负数 的歌套方法 那我们就知道 4的0次方 也就是 就是 讲的是 4 的 某一个次方 都可以的 例如 3次方 减3次方 那这个东西就等于 4的3次方 over 4的3次方 那很明显 当分子 和分母是同一东西 或者 你可以将它全部 expand 全部expand 就是上面有 4个4 sorry 上面有3个4 相成 下面又有3个4 相成 那 你约的话 上面和下面 刚刚好的 因为 depends on 你选哪一个数字 选哪一个数字 减它自己 都是 出回这个0 而 两个一模一样的话 分子分母相约 约完之后 很英俊 我们会有1 但是呢 问题是 为什么我会将这个0 0 基本上讲得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但是为什么我要将这个0 打在这里呢 由于它会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这个要听清楚 它特别的情况 在于 你基本上 任何数的0次方 都是1 X的0次方 都是1 你只要用正硬的方法 你就知道了 但是留住 我们这次呢 要小心一点 我们留了看一个很特别的case 就是0的0次方 好了 在这一集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 就不刻意很深入地说 关于0的一些特性 但是 普遍上 好像我之前这样讲 例如 4的0次方 你可以化作4的1次方 也就是4over4 那我们就有1 那3呢 3的0次方呢 也就是3over3 我们又会有1 2的0次方就是2over2 所以也有1 1的0次方呢 1over1 当然也是1 但是 当我们遇到0的0次方呢 那也就是0over0 那会等于什么呢 那现在呢 我暂时告诉大家 如果你遇到0的0次方 这个数呢 你可以答中文呢 就答未定义 英文呢 就可以写undefined 那就是说呢 它的答案呢 暂时未被定义先的 那 遲些 有时间的话 我会 再开一个chapter 讲 关于0的一些 其他特性先的 那如果你遇到0的0次方呢 那就可以答未定义先的 那所以 有时你可能看书会看到 任何数的0次方呢 都是等于1的 那这个statement呢 我有点保留 正确的statement呢 应该说 任何 非0数 的0次方呢 就等于1 那就对了 那关于0 或者关于 再其他更加奇怪的次方呢 那 留待下次再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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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